张博之想谈恋爱了 大家都拍手叫好 网友还纷纷留言让谢霆锋赶紧追回张博之 自从张博之搬到上海后 张博之仿佛越来越追随潮流了 在节目中 张博之跟好闺蜜邓翠文主动爆料 感觉自己出门就要被追 邓翠文感到很惊讶 于是就问了张博之 上海人口比香港多 是不是跟异性恋爱的机会就比较多呢 张博之向邓翠文给出了肯定答案 当然多啊 每次去健身房的时候 多少个男生都找自己交换微信 甚至还遇到过好几个喜欢自己 自己也喜欢他们的男生 看来张博之的魅力不减 走到哪都还是哪的人中龙凤 既然身边追求的人那么多 张博之有没有开展新恋情呢 当然有 而且这个人疑似就是三胎生父 张博之是这么形容那个男生的 他是一个可以接受他任何过去的人 包括以前的新闻他都会看 但他不在意这些 从来都没有问过张博之的过去 想都不想就都全部接受 最欣慰的一点就是 每当两人一起出门约会的时候 不管媒体在拍也好 还是粉丝在拍独行 他也完全没有放在眼里 并不在意这些眼光 话重点就是个特别的人 能把张博之当成普通女人的男人 果然是不一般的男人 原来张博之喜欢这一款的 张博之一边说着对方一边就嘴角上扬 可即便如此两人都没有修成正果 张博之对此也很遗憾 因为他是明星 伴随着焦点 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媒体的关注 这就很难让张博之做到去跟一个素人恋爱 大部分人跟他在一起 都有很多不自在的地方 哪怕是他能够接纳 对他来说也是不平等的 何况张博之自己还有个小家庭 三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了 想要找到一个孩子能接受的 他也能接受孩子的多不简单 即便如此张博之仍然没有放弃寻找真爱 张博之把自己的重心回到了事业上 疯狂街拍综艺 爱情方面就是慢慢等的心态 网友不经细称道 搞不好最后的人又是谢霆锋 毕竟年轻的张博之输给王菲 是因为当年的博之信自己 没有安全感 要知道当年张博之心里也很明白 自己嫁给谢霆锋是靠什么 因此自己也很没有安全感 认为自己抓不住他的心 可如今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 张博之已经蜕变为最适合谢霆锋的女人了 张博之学会了独当一面 不再是之前那个一位依赖丈夫的小女人 一个人的心情和喜好总是会随着时间改变的 谢霆锋总不会一直喜欢初恋 毕竟谢霆锋跟张博之之间没有爱情还有亲情 有两个孩子的存在 应该更容易沟通 有了孩子的俩人就再也不会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有着责任和牵挂 俩人离婚多年后说不定还能重新走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